2019年,我們Maridi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顛狗編輯失文集,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顛狗編輯失文集,香港攬炒之城》 現在已經有現貨在普羅發售 大家可以親臨普羅或經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130元 為免向遇,欲購重促 大文說就是電影遮囊館和M Plus 開始很多都不是本地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做的 這個情況呢 你問不到呢 我看到就 不是土生土長 就是哪些人 我不知道 總之就是 舉個例子 會不會有些人從中國聘請過來 或者是怎樣呢 這個 我看到是有的 還有基層也有一個明顯的改變 這個明顯的改變就是 始終你會看到這個是一個 叫做時代的改變 這樣改變呢 也都 有一個 你會看到有一件事 以我的那個理解就是 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 政府 有時候他會看的一些方式 他就會覺得 本土會不會有些偏師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想的 會不會是這樣的 本土有些偏師的 所以很多時候 就算他做 有時候有些顧問 或者有些做研究的時候 他就會花很多錢 找外國的專家 來去做 譬如電影的發展 我們應該何去何從呢 他就未必會找一個 叫香港本土的人 或者那個班底的份量 真的不夠人來的 這樣東西出來 有時候就是 你會發覺他花了很多錢 來去做那些事情 有好也有壞 但是 是壞多於好 我想說我的 我的意見 就是壞多於好 這個不是你剛才說的那個 我知道 但是壞多於好 我就做一個紀錄 現在就有一個 很多人都說 譬如研究香港的發展 和何許何從那個 就有一個英國的 一個調查公司 就幫我們做了一個研究的 那個研究裡面 其實基本上 大家看過之後 都覺得很全面的 而那個很全面 裏面那裏 以我的理解 就是 原來全面的那個七成 都是香港人 都已經知道 他講的 你不要笑 你也覺得 這班英國的調查員 很多謝他 他知道 香港現在發生了什麼問題 他做的時候 他死都要 有一班人 他要找的 我要把他那些聲音 可能他講出來 是上層不會理的 但是藉著他的口 我做這些資料的時候 用他的話說出來 他這些人在那裏 你們要有那些東西出來 用他的口 因為他收了你的錢 幫你歸納那裏 那裏 那裏 那時候在高層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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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看 正 你看人家調查得挺好 我覺得 這個就是 你會看到 比如 有些調查公司 他厲害 就厲害 第一 他有一個system 調查的system 第二 俠義心腸 因為 他覺得 如果 當他調查的時候 他沒有了 本土的角度 他自己的外國人 他覺得 我不是專業的公司 本土的聲音 你聽不到的話 的時候 好 轉個位子 說出來 然後我說 這件事是可以的 那你說出來 我看到 裏面的調查 有七成 是本土人的 一直在說出來 那些 到現在來說 我覺得 你剛才說的最關鍵 就是管理階層 那還開始變了 因為我想 他最主要 有一個叫大方向 你去看 就是那個叫做 香港譬如這些 電影的 歷史的 文化的研究 那裏 他都有一個叫大主 大方向 因為我最擔心一件事 剛才我提出的問題 就是搞搞一下 就變成了 香港電影歸納成為 中國電影的一支 我覺得 我們絕對不同意 這個 的看法 是 因為 香港 那個 很特別 那個地方 就是 香港的那個 叫做 國際化的形象 就 跟 就算是我們 中港台 的 南科文化 很多人都說 我們很多的 那些 南科文化 裡面 其中之一支 但是 那個 是獨特的 因為香港的那個 叫 整個 歷史的發展 就衍生了很多 很多不同 那 要特別處理 不是 就這樣歸納了 南科文化 那就是 但是我覺得他現在 他都想是這個 就一個叫做 南科文化的 其中一部分 就算那個好的 都融入下去 都是南科文化 那樣東西 然後再融入回 一個叫做 大 就是一個叫做 大主流文化 是啊 好啦 這些就 作為一個 就是回顧 但是呢 即使沒有戲看 我們都估計 就 疫情完了之後 都有新戲看 而且 希望不是太遠 那 紀錄有什麼好戲 介紹呢 就是將會來的戲 那我通常 我介紹呢 就多數就是 我看了的那些 介紹 你看得多嘛 那這個絲殺半導 我還沒看嘛 糟糕 不是糟糕 你看到 發紅公司 真的有 一種矛盾 因為這個矛盾 他做一個叫做 叫做 怎樣都要 一個叫做 照顧 那些 即我們剛剛 第一節 都是提及的 那樣的 如果你說看 跟著來的 那些 我想 有吸引力 令到他選擇那些 其實我們就很等著 荷里活的那些戲 很等待 例如 我個人來說 最等的就是 天蘭 這個是 延遲 再延遲 和 施殺半導 都一樣 我個人 是 今年的重點戲 但是他都說 鐵定要 不知道七月 好像應該是七月二十三 現在是八月十五 不能鐵定 現在是鐵定 另外 如果這個叫做 限聚令 這個真的以七日為期 七日之後 開回島的時候 那他七月二十三 他就會做的了 那個叫做 憤怒 叫做什麼 憤怒 憤怒 狂徒 那 就是一個荷蘭電影 來的 就一個 他説 那個意念 就跟那個史提芬史一寶 第一部電影 飛車 什麼 飛車大殺機 飛車大殺機 很多人不記得這個名字 證明你年紀不小 飛車大殺機的新的荷蘭 這個時代的版本 那我覺得是一個 是不是 Russell Crowe做的那裏 不是 Russell Crowe 基本上是同期相應的 對比來的 Russell Crowe那個 應該就是 以一個 我不敢擔保 應該就像那個 之前 Falling Down那個 那部電影 是荷里活風的 那新版本也很吸引 但是這部 他都特地 那個片商都說 羅馬在荷蘭找到這部這樣的電影 這部電影 就出來有一個新角度 又是玩這些 公路的追殺 戰略電影 那這個我覺得 很值得推薦的 好片 都還有很多的 不過我很擔心 就好像有很多電影 外國 大陸 香港 香港 都 都有這種情況 我都想會出現的 就是 它沒有辦法 因為很多時候影期 是計得很緊的 有些戲 就被迫放棄 那個叫做 在戲院公映的 那個時間 又跳了 去第三螢幕那裏 可能是 愛奇藝 或者其他那些地方那裏 當電視電影 這樣去做 以我所知就是 陳德森的那部徵圖 都已經開始 都說是七月二十三 左右 就在第三螢幕 大家看到的了 那個你會看到 大家可能會開心 有戲看 但是 那個片主就覺得 哎呀我已經沒有了 那個叫做公映的 那個 等不到 就是這樣 那 有很多這些情況出現 所以如果大家 去看的時候 片 戲 就不少的 都仍然有得來的 但是你究竟在哪裏看的呢 得到那種叫做 那種叫做 是觀影的那種感受 電影和第三螢幕的那個分別 其實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都 即都密切留意 有很多好戲來的 那我們現在 在螢幕那裏 見到一部 upgrade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upgrade 就是已經做了一個星期 做了 是 那這個星期裏面那裏 我想看的那些觀眾呢 就是 因為我看的那時候 應該是7月13日的時候 很興奮 因為這部 這個導演 就是拍隱形客 的那個導演 之前的一個作品 那 在外國那裏很受歡迎 不過 它是一個很低成本的戲 還有2018 當時 舊戲來的 當時那些 香港的泛紅商 可能都 枉有忽略 那這部戲 就沒有公映到的 就很快就出了點 嗯 那想不到 那現在他做的時候 你會發覺 因為隱形客 隱形客 又可以收得 那他就 看的時候 我覺得這部戲 就是近期去看 就很多人都說 那些叫 那些 那些 智能特工的戲 裏面 這個一個 就是 告訴大家 你只要你有辦法 是多低成本 都不是一個問題 idea 是最重要的 因為這個導演 他本身是編劇 就是 James Wynn 那個 很巨鬥室 疑空 那些都是他做編劇 但是後來疑空三 都是他做導演 但是這部戲 他真是很升級的作品 而且你會看到 他是刻意 低低低成本 而告訴你 低低低成本 我是一個高高高的idea 他的動作的那個處理 在現場看的時候 那些人都失聲大笑 就是覺得他很妙 就是 簡直就是 這些cold film 我想他也想不到 就做了出來 是整部戲 是一個很妙的處理 而且 如果你有看過 《無面俠》的那個導演 我可以 講一件事情 我想《無面俠》 就因為 《無面俠》 大家都知道 原本 這部電影是Johnny Depp 做主角的 但是Johnny Depp 當他不做的時候 那部戲 就是第一 開不開到呢 而那個導演 就是這個導演 他就說 好 我將他改一改 那個主題沒有變 那個裡面 人物 就將男主角 變成一個女人 做主角 然後整個劇本 再執著 而且 老闆 是低成本的 因為 那些演員 那個 製作那些東西 都已經很厲害了 他拿著這一部 叫《超能復仇》 用這個主題去拍 我想那些老闆 都立即 嗯 可以了 不會虧的了 這樣 拍出來 就是另一部經典 所以這個很特別的推薦 所以大家要留意 剛剛提到 Johnny Depp 最近很嚴重 被老婆打 現在就 不是他打老婆嗎 轉彎到是他被老婆打 是 你都被誤導 總之 總之 這個是 被妻弱 被反指 他打老婆 現在他就索償 用英國的報章索償 說他誹謗 兩個前妻 包括Winoda Ryder 和這個Veniza Paradise 都作弓說他是一個好人 是 是 不會打老婆的 這樣就 這個是其一 所以 所以 當時 他那個 退出 其實大家都 目前來講 都很想看 他的版本 你說的 Johnny Depp 其實很多人都 在想很多角色 其中一個是 我不知道你的意見 是否覺得 他可以做小丑 他可以 一時無兩 因為他本身 你會看到 他早期的形象 都是一種 小丑 的 善良的一面 的 那些形象 譬如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對 那些 就算是做那個 李法師 殺人李法師 他都是一個 叫做 一個叫做 Q版 的一種小丑 形象 如果他是做 DC的 小丑 我覺得 由一個 正 去到一個 邪的 那個轉變 適合他的 所以 我覺得 戲 戲 最有趣的是 你怎樣 找到一個 新角度 來處理 這樣出來 這樣 是會吸引的 應該是 好啦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 其實我們都在猶豫 下星期是怎樣 如果下星期有戲 就一定要先看這個 施殺半島 那 趁這個 快要完 那個時間 施殺半島 就正在 那我就很希望 7月9日 那一期 就是上映了一個星期 有幾部戲 希望他都繼續下去 哪幾部戲 超能覆仇 也是 還有 票房去到 差不多 接近800萬的 那個 幻愛 這個港產片 這個是一個時勢的 做出來的 那我都已經說了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這部戲 嘩 你說得這麼白 但是我 我很清楚地說 不喜歡這部戲 但是我要抱著這部戲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 新色作的戲 總之你不喜歡 但是你看到他有一個 是 他是一種叫做 年輕人要說他自己的 這種膽子 是我們最喜歡的 總之你看 喂 這樣不行的 去吧 還有他現在有一個 好的票房 是 所以我希望他接了來 還有另外一部 我一定要介紹的 就是 你有沒有看《情系海邊之城》 的那個 就是Ben Alfred的弟弟 他自編自導自演的 一部叫《生命之光》 一定大家有留意 因為這部片 大家暫時不要管 那些坊間怎麼說 你首先看這個故事 應該是相當吸引的 是 實際上我看完 因為我在7月14號 最後那一天 我看5點45分 跟著後面還有一場 然後看完之後 我就馬上說 啊 好彩 好彩 看了這部 因為看完之後 因為這部戲 我就覺得 世界 是仍然有光的 光是會回來的 生命之光 是很重要的 對不對 對 那情況是這樣的 因為那個 男主角 甚至這位創作人 是 他是長期抑鬱 是 他也都瘀走 是 當然 牽涉很多醜聞 但是 他的電影本身 就是我素來認為 他的質素都高 是 這位 他跟他哥哥是很不同 是 但是他演出來 有個深度 不過不是那麼多人 去熟悉 但是 只是海邊之城 可以拿到一個公道回來 是 這部他又 在下一城 自己有信心 來拍這部電影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